我们今天要介绍溶解度这个词 溶解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100克的溶剂最多最多可以溶解多少克的溶值 那它是一个属于这个物质的物理性质 就是每一个东西不一样 它的性质就不一样 这个溶解度是它的物理性质 那我们这样讲 100克的水可以溶掉36克的食盐 那我们就这样说吧 食盐对水的溶解度是36克 那溶解度这个性质受什么哪些因素影响呢 既然它是要溶到里面 那你就知道说什么东西溶进去一定有影响的啦 溶在哪里也是有影响的啦 温度高低通常我们会想到温度高低会有影响 那对气体来讲压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太简单了 我把它讲详细一点 食盐在摄氏20度时 食盐就是一个溶值的概念 然后摄氏20度时它温度要强调出来 对水的溶剂也要强调出来 溶解度是36克 简称食盐的溶解度是36克 因为偷懒一下 温度20度已经接近我们平常的室温了啦 所以我们就偷懒就说食盐溶解度是36克 有时候会这样 可以计算一下这个时候的浓度是多少 这个时候已经饱和了 就是已经在溶不了更多的食盐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浓度我们叫饱和浓度 那饱和浓度呢 饱和浓度我们怎么算呢 溶值的重是36克 溶剂是100 可是溶值36克要加起来才是溶液 所以分母要放溶液重量 然后除完之后会等于26.5% 这个时候浓度就是20度的时候食盐的饱和浓度啦 那这个氨气 氨气我们再更啰嗦一点 因为气体跟压力还有关 所以我们就说20度的时候要有温度的讯息 一大气压要有压力的讯息 对水的溶解度是56克 还不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物质其实会不太一样 然后来看一下横轴是温度 重轴是溶解的 就是溶解度 对食盐来讲 对食盐来讲 食盐是黄色这条线 所以你看它几乎是平的 几乎是平的 然后呢 小山甲 哇 小山甲就很夸张了 它的温度上升的时候 你看上升还蛮快的 所以它对温度的情况还蛮敏感 再看一下这个会往下掉是谁 氨气 所以气体通常都是这样子 温度越高溶解度是越低的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只有气体 大部分的气体 它温度越高溶解度是越低的 然后呢 对固体来讲 也有 也有这样子东西 有一些固体比较奇怪 像氢氧化钙 你看氢氧化钙溶解度是不高 然后它可是比较奇怪 更奇怪的是它温度越高的时候 溶解度会降低 溶解度会降低 氢氧化钙是什么呢 就是石灰 它是手石灰 融在水面搅一搅 然后取上面的沉浸的液体 就叫沉浸石灰水 这个东西呢 温度越高溶解度是越低的 以上就是一些关于溶解度 这个观念的介绍 要过于於你 我就卖 Erfolg 冷华 防 Ethiopia Schweiz 连索 呼